还被地院审理新竹市长高洪安涉贪案 立委时期的公关室主任王玉文同列被告 传唤开庭 王玉文不但坚持无罪还大爆料 说检察官不断要求无罪的他认罪 甚至说上面指示一定要起诉高洪安跟助理们 检察官也当庭澄清 说所谓的上面指示 说的是其中一位检察官位阶较高 法庭上双方唇枪设斩 梅拉德身棕色穿搭 长载裙配短板外套 绰号水母公卫文的前高洪安立委 办公室公关主任王玉文和高洪安同列被告 一样不认罪 相调检察官征讯过程 侦察光碟断片16分钟 他还当庭质疑检察官的公正性 法庭上王玉文拿起麦克风 深呼吸之后开口 说侦察影片断片16分钟 希望法官给他10分钟说话 说检察官不断要他认罪 但他不是公务人员也真的有加班 为何要认罪 加码指控检察官 说上面指示要起诉高洪安跟助理 检察官当庭回复 说案件是两位检察官承办 其中一位是长官 上面指的是检察官的长官的意思 司法独立没有外力介入 无罪答辩还当庭加码爆料 选前法庭内的激烈攻防 格外引起关注 记者刘慈胡卫伦台北报道